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先声明啊 这是我的主意 和我老弟啊 没半毛钱关系 你看可以吧 可以 开稿 好 可能的话要凑三个小时哦 那差不多 起床啦 走啦 去找鱼啊 起床 走啦 这是闻的香味 这个水还有这么多 人直接下去吧 拿网拖就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水呢就是打了四五个小时了 然后呢还有这么深就没有办法 就五个就去借了一幅那个网过来 我们准备就是下去写网一网 然后这个你说到底是巧还是不巧 我喜欢吃鱼啊 我别人说的千里条条 我是百里条条过来赶快吃鱼知道吗 对 真的是 他如果是早上八点半过来五个啊 那这个设计就不是这么设计了 我不能说是这么设计啊 那就是 那就是我带 不是 就是他来了 他来了 我就带他来盘这个鱼汤了 对 现在就是我板他不了这个协议 我太难了 你理解我意思了吧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块鱼汤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坏事 是我想吃啊 对 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下水 赶紧下水啊 现在我们第一步 就是下糖 把这个鱼呢 给它搅分一下 让它动起来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拖网拖 五个 你要方法不对的 我干 看我的 没有往这里 炸 哈哈哈哈 这被你伸了 哈哈哈哈 你搞八点我有了很深的水了 还是伸呀 你看 还不伸 哈哈 这怎么搞 来 我摆这边吧 不不不不是 方法不对 我能拿到手里不进水吗 就这样子拿着来 来你过来你过来 在这看看吗 我以为好剩的水真的 在这 收了吗 爷爷啊 好好好 好 上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了 先把鱼拿到那个边上去捎鱼 不可能吧 有 应该 鱼子都没有啊 有一条 哈哈 难说 我感觉鱼的装没好 我感觉它是逛吧 嘿嘿嘿嘿 没有 做 做的炸炸 哎 我以为这么大一个 今天这个是放回自我了 量往下去 毛都没有 哈哈 哈哈 是 是谁家去买 哈哈 现在鱼 你这个底下有鱼的话 它就 你往一拉 它是往底下转 你就跑了 有了一打发砸砸 哎我不打了 哎 你看你看 他干啥 那么大 好 五个啊 这个边上去直接拉一网 因为这个网够大知道吗 快到边啊 哎过他这边 看到吗 看到了 好啊 慢慢说啊 如果我们这一网没有拉起来 我们就摸 这不是不是摸的问题 这大师确实里面瘦叶子太深了 快来快来 这里有一个大的瓶 懂了吗 没找到 但是 但是里面去了 哇 你看没有 好多 好多 来 快来 这里帮忙 来了 这个洞里面 我给他拦住了 你摸进去 你跟你摸进去 我在这边的围住 我我已经摸到了 又跑了 我不是大疑似 是很多里面里面 没有啊 有啊 是不是抓到了 抓到了吗 跑啊 抓到了吗 小的 这鱼也听到了 还有 没跑呢 老大帮忙头拿过来一下 可以啊 快快 我抓到了 呼呼呼 哈哈 往下下 哦 快快快快 老大 回来了 你们看 我这里有一屋雨 哈哈哈哈 来了 走了 全部躲到那个洞里面去了 对 全部在洞里面 来 把我抬天比较的 拿 他是躲在这个叶子上面的五个 聪明了 对你看那叶子多多号啊 他搞久了 别人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到我这里跑了 好了啊 到我 刚才撤到我脚了 没有 哎 人家他太聪明了 你一直在这里摸 一直在这里摸 你好一只羊 他是汉堡 哪是好一只羊 他是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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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说不定他跑到那个汪汪的口 把汪汪给他摟起来 下工 下工 下工了 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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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鱼 好大一头的呢 这是我们网络的唯一的一条鱼 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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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低下工 下工 还有是吧 一条大的 哎呦 把这条大的放来了 五哥它是有的其实 我们只是没有把这个网捞起来 也 你看有这么大啊 还有还有鸡下还有 来有了 有鱼区这里还是这个方法对的 嗯 再拿一网啊 啊 有点小鱼也可以吃了 还拿一网再拿一网要的我们从这儿拿去给 拿着那个哥哥来有点来得给摸 要的哈哈哈哈 看着别好啊 好啊 好了好了那绳子 好 哎呦 我去了 又找到一罐 你都偷偷了 来来来 碰到拿去 来来来来来 抓到了 我帮你走一点点 终于有好带着你 我不好找这里 哎呦 这些 你要做皮哦 好爬哦 走走走走走走 嗯 嗯 这跑了 这好大 不要笑你的地方就在这里不听我的 这里好大的 没有 没有了 又跑到了这一块 对 又要拿一碗了吗 对啊 拿一下 他就又跑到这里来了 又可以摸两个三个 哈哈哈 要多少了 有一盆的 真的有一盆了吗 他就够了 再拿一碗 再拿一碗好 我们取代这一碗的收获 不搞了不搞了 这只要一碗 这一堂的鱼呢 结果我们今天刚才这么准搞活啊 那就基本上没了 哈哈哈 六年了鱼汤 就这么几条鱼 讲出来都是一个笑话 从来没有听过的 不搞了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货 王总 够意思了 够意思了 王总 可以了啊 是亲兄弟了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网站的鱼啊 本以为没有 没想到我们自己真的几乎是用手摸的 手抓鱼啊 对 还摸到这么多 太辛苦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 那个鱼鱼特别好 对 鱼鱼确定鱼 那晚上我们就去煮那个 鱼吧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必须小酌两杯 必须的 必须的 好 好吧 好 那我们要走了 陪你打包的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王胖 今天我们要给酒店这边要发货啊 发的是十个箱子 一百一只日子 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玉米价格啊 就上涨了很多 虽然我主任给我们酒店这边的客户呢 就提了一次价格 没想到他居然就同意了 啊 我现在的话就要去进城这边 把这个货的话给他发出去 然后呢 我要去银河那边也要取点钱出来 因为今天还是明天的话就要进玉米 然后呢 我们第 第八一样去那边的话呢 很快也要支付这个工资了 这边是三十五斤端笋 这是四一户 还有料售他们挖的 就是我也感觉不好意思 就给酒的这边带过去 就让他们尝尝鲜 走了 我们现在到现成了 该等一下车子啊 现在这个天气有点冷了 所以我们要认证一下这个筋骨 好了好了好了 刚刚刚送完货了 我现在去一哈区的筋 有鱼啊 好嘞 今天啊 好 我现在回来了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攒的鸡 两天时间呢 我们攒了一百三 然后那个工人的话来说 要休息一天 我这个明天的话就给大家发货了啊 后面来去的话呢 我们会接着攒 这边是酒店的十只鸭子 哎 他们说要拿去做一下量榜的测试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人在这边帮我们攒鸭子 待会我跟我老婆的话都会过来帮忙 就是大家的鸭子的话呢 要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预计的话 才22号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鸭子标准的话呢 两百天的话 一天都不能少 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一下 鸭子不是很好帮忙 不大家的话 不知道这个柴米油盐贵啊 刚才在河南的路上 我就说这个钱我觉得太少了 明天的话呢 要14万的玉米款 然后我们第八 第九一养区那边呢 加上挖具费用的话 应该超过了10万块 还有就是 我们猪肾那边的话呢 要捡20的这个猪饲料 这个搞农业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啊 非常烧钱的一个行业 而且回报 回报这一块的话是非常慢的 王胖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上进这10万家产 最好贫困了到一生 还有一种可能的话 是丰功无限 能够给人村的 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一些借鉴 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学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对王胖的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